疫情持续升温那淡江大学也证实有一名兼职老师跟三名学生确诊 那校方已经进行全面清晓 淡江大学官网贴出公告说校店有四名确诊案例 并公布了足迹从5月10号到14号以及18号 一共六天其中又与商馆大楼最多足迹 实际重回现场人潮明显少了很多 校方表示第一时间已经经过了清晓 把所有确诊者走过的地方消毒一遍 并且做完疫调工作提醒相关师生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淡江大学也表示目前采取远端教学 不能到学校上课 持续到期末考6月27号结束 如果真的有特殊需求到校上课得另外申请 至于这回感染源在哪还不清楚 只是刚好前几天一名南投确诊者 曾到服幼幼淡水鱼丸店消费 足迹到过淡水老街 让附近店家相当无奈 一名确诊者被发现有来到这个浮幼幼淡水鱼丸店来用餐 那目前店家是已经歇业 而现场老街的生意是非常的惨 但不少店家的门口都已经挂着工修的告示牌 根据了解这名27岁的确诊者 在家中美容洗车厂工作 18号和朋友北上到淡水玩 事后21号裁剪确诊 包括52岁的爸爸 已经一名女性友人也都被染疫 疫情不断升温也影响到民众的民生 但各地确诊案例频传恐怕短时间之内 这疫情无法尽早结束 TVBS新闻话少评物新言 新北市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